到20題 有一檔東西賣電腦出去 兩部電腦都賣出去用7200元賣出去 一部新的賺了20% 舊的虧了20% 問你總共的 profit 或失敗的percentage 有些人會覺得賺了20% 即是加20% 虧了20% 又減20% 最後這個就會是零 是錯的 我們介入數字就知道了 我們就要找一下 profit 或失敗 問問Dollar怎樣計算它的 profit 或失敗 好 逐步逐步計 想怎樣計算 第一部新的一部是7200元 乘回1 這個就是第一部買出的售價 加上第二部買出的售價 這個就是它賣出去收到的錢 再減回它的成本 減回7200元 7200元是怎樣的 7200元 7200元 再把這塊 profit 除回它的cost 成一百分就行了 再把這塊க 等一下 看看 吃吃吃吃吃 看錯了 賣了20% 賣了7200元 即是價值不知是多少 之後賣了20% 賣了7200元 我們重新來 現在我們計算新的價值 價值是多少 去到X 一加20%等於7200元 X等於6000元 即是新的價值是6000元 好 計算舊的價值 賣了 1-20%等於7200元 即是計算 9000元 現在這兩個 這個才是它那兩部電腦的Cost Size 我們就把新減 夠發成100% 然後新呢 即是它的售價 售價就是新的那個 所以就是7200元 即是7200元 乘2 就減去舊 即是Cost Price 把這兩個加起來 除下它的Cost Price 乘100% 那計算這個呢 就是它那個賺虧的Percentage 好 那就會計算負4% 那所以呢 所以它的Loss Percentage 就是負4% 好 答案寫4% 其實這裏呢 是有點麻煩的 答句那裏你寫回 就會寫 Loss Percentage 因為已經寫了Loss 所以你就不用寫負4% 所以答案那裏就寫4% 但你計算出來 那一陣子應該要計算負4%才對 就是這樣做